这两年总有些事事的人一天到晚揪着一个无中生有的小棉花 到处抹黑我们的新疆这这那那的 我之前就说过 我一定亲自要来一趟新疆 来看看这边的真实情况到底怎么样 而今天我来了 新疆地处中国的大西北 这地形酷似江这个字的右半边 这么讲北边二踏山中间天山南边昆仑山加着两块地 一块是能种田的北江准根盆地和南江塔里木盆地 这种地形其实很有意思 也就造就了新疆气象万倾的大美风景 以及多民族聚居的丰富的人文风情 这也使新疆甭说干点啥 一言不合就很容易整出一个中国之最 比如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区市 新疆占了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盆之一 最大盆地新疆占了塔里木盆地 最大沙漠新疆占了塔克拉玛干沙漠 陆地海拔最低点新疆占了爱丁湖 最大的内陆河新疆占了塔里木河 离海最远的大城市新疆占了乌鲁木齐 最大的八卦城新疆占了伊犁的特克斯县城 最耐寒的花新疆占了天山雪莲 唯一流进北冰洋的河新疆占了厄尔齐斯河 最好的玉石新疆占了河田玉 还有一个最热的山 还是新疆占了火焰山 就是这 不说了 我去找铁山公主去了 除了各种之最 七月份新疆的旅游就尽如旺季了 现在各种社交平台 关于新疆的图片短视频 那是铺天盖地 各种网红 各种被批判是指离职宣传边 哪些地方 什么土鲁番的土玉沟的古老秘境 什么西域风情的喀什盖尔古城 什么天空之境纳拉提草原 什么先进卡纳斯河河木村 什么九连日落巴音普鲁克 什么此生必来一次的独库公路 还有走过人生所有弯路 此后尽是坦途的盘龙舞蹈 那问题很多的小民就问了 说志哥 这个季节你穿那么多干什么呀 因为我不在别的地方 我在天山天址 我们这趟在短短几天时间 既去了古丝绸之路商业重镇 喀什盖尔古城 也下到过喀拉昆仑冰山脚下的绿洲村落 我们既在穆斯塔阁峰的冰川边上冻成狗 也在吐鲁番火焰山下热展狗 我们既在天山过了一把草原木戈的影 也在乌鲁木齐过着宣道繁华的大堵车生活 所以只有到了这儿 你才能知道 什么叫做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美 但是这些还不是新疆的全部 我再说几个知识点 花重点不用考 告诉你新疆在经济在物产方面到底有多牛 第一个咱们要说的 很多人都猜得到 那就是新疆棉花了 这个棉花对于新疆 对于中国到底有多重要 去年新疆棉花的总产量占了全国的比重 达到了89.5% 新疆棉花的单产总产以及种植面积的 常年全国第一 我没说错吧 是 好 我们再说第二个新疆知识点 什么呀 新疆矿产资源那是很丰富的 全国已经开采的矿产有171种 那新疆占了多少 138种啊 而且储量很大 油气资源总储量 是占了全国陆地总储量的三分之一啊 石油煤炭天然气这储量都是全国最大 新疆拥有全国最大的锋利发电厂 因为锋大 你们看出来了吗 大阪城锋利发电厂 就是那个达阪城的姑娘 它的锋利发电机组呢是全国第一啊 总发电量呢是全国第二啊 当然了 除了锋利之外 新疆的煤也很多 建设了很大批的火电厂 目前在新疆的总发电量占据全国前五 好 第四点来了啊 人均占有瓜果最多的省区 不用说了 新疆 中国美人每年吃葡萄 哈蜜瓜 西瓜等等这瓜果最多的省区 哎 还是新疆 这有多多呢 人均年占有量是100多公斤 哈 所以说新疆到这个季节 几乎哪都在卖瓜 看这这 哥们这瓜保重吗 但是啊如果你只把新疆当成一个自然风景绝美 异域风情独特啊 物产丰富 地大物博 但是经济不打地的这么一个地方 也不对 新疆的经济啊 在各个省的排名呢 当然整体不算高 但是啊 也明显比周边都要来的好 而且啊 新疆的作为一带一路的新丝绸之路的出国关口 它的铁路 这几年货运量增幅是居全国第一的啊 什么货运发送量 什么单日装车量 什么单日的货运发送量等等 屡破记录 而且啊 你要真的觉得说整个新疆经济落后 那石油城克拉玛一会教你什么叫 富的流油 这座49万人口的城市 2021年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多少 21.87万啊 这远高于北上神啊 常年排名全国第一啊 就算偶尔呢 排到第二 那也是因为超过它的是谁啊 家里同样有矿的鄂尔多斯 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普遍非常富裕啊 同时这房价呢 只有三五千美平 而新疆这经济的一黑一白 两张王牌 最白指的是棉花产业 黑指的那就是石油 而这新疆除了产油呢 还拥有发达的炼化产业链 拥有以锡产量最大的企业 独山子石化 那问题很多的小民啊 他就问了说 这说起新疆经济感觉怎么都是旅游啊 农副特产啊 矿产啊 有没有那种类似于什么深圳的华为 这样的高新技术投步企业呢 或者说 那猛的猛牛伊利啊 广西的武林红光啊 贵州茅台等等这种国民品牌呢 哈哈哈哈 假人的啊 我呢还真的去查了各种资料 也问了很多啊 新疆的本地人 除了夺命大不苏啊 新疆好像还真的没有什么家喻户晓的国民品牌呢 当然了 这也就是目前新疆经济结构的问题 资源型重工业发达 但是拿得出手的新经济新产业呢 还很缺 当然了 感人们也不要慌 问题不大啊 不要过分的悲观 因为任何国民品牌的诞生啊 都是经济发育到了一定程度的结果 那从最近的这个数据来看啊 新疆一直是比肩东南沿海省份的人口近流入地区啊 那么甘肃啊 四川啊 河南啊 都是来新疆安居乐业的大户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了新疆啊 整个经济活力很强 充满了各种机遇 啊 好吃 最后呢 我还要说的是什么呀 随着一带一路的继续推进啊 国家继续会对新疆的政策倾斜 以及国内国外双循环战略继续实施 新疆将来发展的机会一定会更多 咱们举个例子啊 新疆是不是地广人稀啊 年日到述长是不是啊 光复是不是就可以愉快的搞起来了呀 另外你看新疆能源资源丰富而且便宜 东处西算是不是也可以落脚了呀 而这些都会给普通人在新疆的就业创业 创造出更多的机会 所以啊 欢迎来新疆旅游 当然更欢迎来新疆闯荡 师哥 咱今晚吃啥啊 哈哈哈哈 这样 来都来了 吃点新疆菜吧 对不对 也别搞太多啊 我们就随便搞点烤全羊 大盘鸡 囊包肉 手抓养肉 手抓饭 米肠子 面肺子 烤腩 凉皮子 过油肉拌面 焦麻鸡 辣子鸡 烤包子 包皮包子 吃不完我们打包 从梦想中间走天涯 看日盘世界又芳芳 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 如今一次来迅强 钢子肉 扰腿 rom 豆腐 是脢 云 你 是脚 你想想想想想で 耶 哦 是脚 想想想想感度 感觉